甲语真言 作者 杭太 播讲 夏秋年 华夏餐厅的老王 华夏餐厅是伦敦西北区的一家比较大的中国饭馆 老板陈福来是60年代从香港新界移民过来的 据他说 三十年前英国人都不吃猪肝 也不吃排骨 所以肉铺里的猪肝排骨根本不要钱 陈福来是广东人 从来没去过北方 更不会说北方话 可是他有生意头脑 当初伦敦的中国饭馆都是广东菜 他就来个绝招 挂出牌子 说是北京菜 炒猪肝 糖醋排骨 卖好几磅钱一盘 几年一过 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了 他这个人生性比较小气 对手下的工人又很苛刻 在开支上能节省一分钱就节省一分 八十年代中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虽然大多数是去美国 加拿大或澳大利亚 到欧洲 英国来的人数也有显著增加 过去来英国读书的官派学生使馆都看得很紧 一读完 全体回国 只有极个别的 胆大包天的学生逃出来申请政治避难 留下不走 而改革开放之后出来的学生 官派或自费的几乎一律都在想办法留下不走 要不然就想借出国的机会多挣点钱带回去 可是英国政府有规定留学生工作的收入不能超过多少 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多少 这些学生则想尽一切办法多做些工 而工作机会最多的就在当地的中国饭馆 他们可以在那打黑工 人不知鬼不觉的 多少可以赚点钱 陈老板对这种情形清楚得很 觉得这是个节省开支降低成本的好机会 所以一定抓住 他的饭馆里一律都用中国学生 当然工资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还低一倍 中国学生当然绝对不会抱怨 能找到工作的机会已经很不容易 老板随时可以叫你走人 你不满意 那你别干好了 而陈老板对朋友则说 哎 这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也怪可怜 我有空缺一定要给他们 大家都是中国人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他这样的爱国企业家 当然是中国政府的团结对象 所以他逢年过节 总会接到中国大使馆的请帖 这对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多少有点作用 在华夏餐厅打工的中国学生 大多数只做半天 伺候吃午饭的是一批 伺候吃晚饭的又是一批 据说伺候吃午饭的工资要比吃晚饭的少 因为时间短 而且也没有吃晚饭那么忙 只有老王一个人是做全天的 而且一个星期还做六天 有时甚至七天 老王可不是年轻学生 他已年过花甲 据他说是因为孙女来此地读书 他借机会来陪读的 他孙女小提琴拉得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一个英国乐队的指挥看中了 热心帮忙 给他弄了个英国青少年音乐学校的奖学金 老王费了一番周折 总算能陪着孙女一块来到英国 爷爷陪孙女来读书 这种情形很特殊 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这个女孩的父母双亡 祖母也已去世 只和这个爷爷一起生活 所以英国当局就给他发了入境签证 老王的孙女来到英国就住校 学校在海边的福克斯顿 老王说是来陪读 可是身无分文 难道去靠孙女的一点奖学金吗 当然不行 所以才惊人介绍到了陈福来的饭馆打工 而且陈福来发善心 叫他住在饭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不用给房钱 叫他顺便晚上照顾一下饭馆 而且再从工资中扣掉一些就算了 老王别无出路 有这个地方住已经不错了 他和孙女大概一个月见一次面 每次都是孙女到伦敦来看他 因为孙女搭老师的车 不必花路费 常来这饭馆吃饭的一个华裔教授 对老王很感兴趣 老王都60多了 刚从中国大陆来 可是一口英语却说得不错 这位李教授觉得很好奇 顾客少的时候 李教授总喜欢和老王说说话 可是陈老板不高兴 因为他用的人是一定要用的值得 上班的时候坐下来闲聊 不是浪费吗 他当然不会得罪顾客 可是老王则会受到训斥和威胁 所以每逢星期三星期五 陈老板来的时候 老王就和别人换工 躲在厨房里洗碗打扫 而不出来招待客人 这换工的事陈老板不知道 他一星期只能到这饭馆来两天 因为他不断扩展业务 开了超级市场和旅行社 所以忙得很 有时候星期三星期五都不能来 现在人人都到广东深圳投资做生意 开工厂 陈老板觉得 这儿的留学生虽然雇用起来费用不算大 但比起中国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可就差远了 所以他这些日子正忙着联系 打算自己往香港那边走一趟 饭馆里的事儿当然一时就雇不上了 李教授和老王谈话的机会也因此而多起来 对老王的身世李教授也逐步了解了一些 有时候他一边听老王说一边叹气 过了一段时间李教授才知道老王原来和自己是先后同学 都毕业于剑桥大学 而且都是学化学的 老王四十年代毕业之后 虽然剑桥大学请他留下 但他坚决要回国 热情高得很 结果还是那句老话 你爱国 国不爱你 你从外国回去不是自己人 靠不住 给安插在科学院已经是很优待的了 老王不识相 觉得自己是真爱国 不满情绪一发泄 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 六十年代刚从北大荒调回北京 文革开始 老王这个幼斋分子进了牛棚等等 都成了老生长谈了 后来毛泽东去世 改革开放一时行 过去的事忘掉算了 听很多人说现在好多了 只要你按照默谈国事这个原则去做 就没人会来整你了 你为什么不留在国内继续搞你的研究 而要到这儿来受这个累呢 在陈老板手下做 难道比在科学院墙 我实在搞不懂 我实在搞不懂 李教授想换个话题 没想到又触到老王的痛处 哎 这年头没钱赚的事就不做 上头说我研究的这题目没有实际用途 不能赚钱 所以把经费取消了 科研怎么能立竿见影呢 再没实际用途的也得做呀 你做的是什么题目 李教授这才知道老王和他搞的竟是类似的题目 老王说他看到国外的资料知道在研究这类问题 所以他才提议做 结果所里不同意 老王除了薪金没别的收入 物价飞涨 他觉得日子很不好过 这时候碰巧他孙女有了这个机会 就这么着 李教授和老王越谈越投机 李教授这顿饭吃了近三个钟头 走出饭馆时一面在想 人的命运真是奇怪 这一念之差就能影响到人的一生 或至少半生 他五十年代毕业之后也想回去 可是伦敦大学给了他一个职位 待遇很好 又符合他的兴趣 不过他还是打算回去 觉得在人家国家总是像外人 而且回去多少有点贡献 正犹疑不决的时候 他父亲来信 谈了国内反右运动热烈展开等等情形 李教授想要么再等等看吧 就先进了伦敦大学 接受了聘请 后来父母去世 他回国的念头越来越淡 一晃就是几十年 想到老王 觉得真怪可惜的 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 忽然他一转念 想到一个主意 他立刻就加快脚步 往研究室主任的办公室走去 这天照例 李教授又来吃饭 老王看见他像是见了老朋友 而且那天是星期四 以为陈老板不会来 于是就坐下来想和李教授多聊聊 李教授也正要找他 有事商量 他们坐下来谈 老王脸上显出兴奋的样子 说这真太好了 真得好好谢谢你 他话还没说完 陈老板就进来了 看见老王和李教授坐在那聊天 他心里火不打一处来 他走过去 指着老王的鼻子说 你给我滚 今天就走 这星期的工资我扣下了 就算是你付我的房租 你得寸进尺 让你在我这儿白住 还有工资 你不知好歹 以为我好欺负吗 你给我滚 老王看见陈老板的样子 又气又好笑 等陈老板骂完了 他很静悄悄的说 我是要走了 伦敦大学给了我一份聘请书 还给我安排了住处 本来我打算提早一个月告诉你好让你找人 现在你既然要我立刻走 那对我更合适 我现在上去收拾行李 立刻就走 你不必生这么大的气 陈老板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 愣在那儿 说不出话来 全文完 未经许可 全文完 未经许可